艺人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这背后也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就比如说永远忙着赶通告 一天一大部分时间都在飞机上度过 毕竟在娱乐圈是吃青春饭的 不趁着哄的时候多捞筋 等热度过去了可就困难了 所以现在明星的私人时间可是饱受广大粉丝的关注 这不就有人爆料在酒吧偶遇了沈梦辰 看照片沈梦辰在夜店还是和一名男友人玩得很开心 完全没有女明星的架子 沈梦辰在水果台力捧后也是时不时的上个热搜 一直饱受争议 平常的压力肯定也不小 所以网友也表示 一人空下时间和朋友聚聚 放松放松也是不错的选择 去夜店也是很正常 沈梦辰本身就是比较开放的女生 最后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沈梦辰现身的这家酒吧 店主可是当红主持人李维嘉开的 不仅不是一般的群众观能消费得起的 也不是有钱就能进去消费的 看来沈梦辰选择来这家酒吧 也是情有可原的